暴力、强奸、性虐、强迫取卵、代孕、被逼卖淫等等一系列事件 竟然就发生在上海最繁华地段 小红楼案的头目赵富强从江苏乡下人到上海的小裁缝 最终靠着虐待上千位女性一路黑白通吃 受害人中很多是高端人口、中产阶级、甚至还有留学生 而数不清的受害人在逃脱后却被中共警方送回小红楼 小红楼案爆发后只有13名杨浦区级官员受罚 主犯赵富强更是逃过死刑 而赵富强的犯罪时间横跨20年 经营的上千商铺遍及上海 小红楼更是24小时向政府官员提供性贿赂 监控摄像头拍下的画面 让赵富强的保护伞级别不断升高 讽刺的是赵富强还经营上海法治节目《平安上海》 该节目备受上海市委书记韩正的重视 韩正还以此为政绩之一晋升了政治局常委 大纪元评论员于原分析 赵富强能够接手经营该栏目 表面上有公检法的背书 背后是获得了韩正的首肯 而韩正被外界视为是江泽民的马仔 在中共政权的保护伞下 赵富强由黑转红 成为了上千位女星的噩梦 而这却只是中共治下的冰山一角 新唐人记者宇婷最后报道